兄弟们 这新版电视台我是玩懂了呀 先别误会 我说的可不是我能杀穿电视台 像我这种憨憨玩电视台 肯定是为了加枪当老六 还有抠子弹啦 今天这期视频 就是送给有和我一样的想法 想去电视台加枪和抠子弹的兄弟们的 当然 还可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新版电视台的布局 希望能给兄弟们一点点的帮助 先来说我的总结吧 新版本电视台 谁先上二楼谁就有优势 而且是最大的优势 那既然说到二楼 就有一点很重要 你得找到去二楼的楼梯吧 我是亲身经历过这种痛苦的 找了半天的楼梯 就是找不到 结果被老六瞬间秒掉 难受得很啊 所以 为了不让兄弟们和我一样 承受这种痛苦 我直接把所有的楼梯 都给兄弟们标准出来了 欢迎截图 这不不得点个赞 再转发给你的战友啊 对了 兄弟们 这差不多十个楼梯 不建议的是中共这三个上楼的地方啊 至于为什么 肯定是人太多太危险了 除非兄弟们要进中共抢物资 否则建议兄弟们不要来啊 OK 那既然上二楼的楼梯位置 已经介绍完毕了 那我们就直接随便起 特装备进局 带大家看看我这打法到底怎么样 这把出生在了摄影区 不错 这边人比较少啊 可以相对安全的是二楼 走走走 咱们就去这边的楼梯上去 哎 哎 哎 在哪来着 可别给我丢人啊 哦 在这儿 兄弟们走楼梯的时候 看到这种小门 差不多就走对了 话不多说 直接上二楼 二楼的人机很好清理啊 慢慢来就好了 这就有一个 干掉 我们计划的第一步 上楼就完成了 如果附近有枪声 还能找个机会全线架 这里我们就不演示了 我才不说找不到人在哪呢 我们上二楼以后 别的地方不用去 直面阅览室 知道阅览室有什么吗 有空头 是的 你没听错 有空头 只不过阅览室门口 会有一点点的人机 慢慢清理掉就好了 这些人机可都是钱呢 尽量快速清完 我们就可以开门进去了 当然进去的时候 一定要检查一下 以防有人机 以及把手打黑 也有可能有老六 给你玩偷袭啊 不过你们看 这儿是不是有空头 只不过这空头 好像没什么东西啊 我摸了好多次 一点之前的物资都没有 到次有瓷有喝 可以补充一下水平和能量 摸完空头 我们就开始不当人了啊 毕竟我们在二楼 有高打低的优势 偷袭打玩家还是很轻松的 你看这就有个倒霉弹 还开点手电筒 直接干掉 标个点儿 等我下去舔包 知道我为什么说 谁先上二楼 谁就有优势了吧 毕竟是高打低优势大呀 那我兄弟就要说了 万一有人上来怎么办 好办 守住附近能上来的楼梯谱就好了 看 左边就有人上来了 只是直接干掉 懂了吧 如果兄弟们想谨慎一点 一楼的盒子 我们就不去舔了 把二楼的这些人一盒子 刮一刮 口口子战 这不也能报复 而且二楼撤离十分简单啊 在电梯这儿呼叫撤离就可以了 大不了再封壳烟嘛 兄弟们学废了吗 新版本四月就要更新了 到时候一起来玩电视台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